副文化 真的是雙戰的工人耶 真的可以裝著 真的 真的 那好了 那你們也趕快去買一台吧 沒沒 我們也趕快去買一台 我帶你們去啦 好 謝謝你介紹這麼好的蛇匙給我們 謝謝 謝謝 這是我們的好福利 人漂亮又善良 介紹東西最好 來拍一下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如果兒童駿駛 我們現在也請大家願意掌聲給我們Kiko最美麗最時尚的代言人 隨行現在也請躺躺 那我們推著Hooley智能變換雙向手推車 這台雙向手推車總共可以變換199的使用模式 單人雙人都可以輕鬆的變換 我也是一個寶寶還是兩個寶寶的媽咪 你都可以輕鬆也優雅的出門 同時我們這台車也有延伸式的大遮陽紅 以及穩健骨架安穩地震 也是對抗我們台灣道路的最佳武器 最少的美女朋友幫我們拍攝的支球呢 好 請躺躺幫我們站在我們這台超厲害的手推車旁邊 幫我們來一些美美的故事 也請我們攝影大哥幫我們都拍起兩張照片 有任何的需要拍攝是酒的大哥 都歡迎你呢 舉個手或者是照一聲 我們躺躺就會看照你的鏡頭 來中間 好 攝影大哥如果OK的話呢 主持人我也要到我們台中 你們好了 你們好了再告訴我 我不要破壞你們的畫面 如果現場的時尚媽咪們 大家都想要了解我們的產品的話 也歡迎上去口的觀眾網站 或是觀眾的臉書粉絲團 都有相關的資訊喔 好 攝影大哥謝謝你們 好 那我們來到舞台中央囉 躺躺你好 我們現在呢也先請躺躺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現場的貴賓 媒體朋友大家打聲招呼 同時也請我們的公眾人員 先幫我們把我們另外一台育兒神器 趕快推到舞台上方 躺躺 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躺躺 好 真的每一次看到躺躺 我都覺得好羨慕喔 好驚艷 永遠是這麼的漂亮 身材這麼的完美 而且重點是 每一次亮相都是這麼的優雅 我自己也是雙寶媽咪 到底躺躺招我們 如何當一個很優雅的媽咪呢 其實還蠻容易的 趕快分享 因為KITO她有非常多 很優秀的月賞品 真的都幫得我很大的忙 我當然不會說 KITO真的把我從 育兒的混亂裡面整個解救出來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這樣 只要有小孩 那個生活 一定多少都會有一點小混亂 但是至少呢 有了KITO以後 我是從那個大混亂 超級大混亂 變成小小的混亂 微微的混亂 但是也因為有很好的產品的幫忙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多了一些自己的時間 那我就可以去健身啊 甚至我可以看場電影 或是很專心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每一個媽媽都很需要的 就是一些自己的時間 屬於完全 完全屬於自己的時間 因為那是可以讓我們 在那一個短短的時間空間裡面 我們可以把很多來自家庭 來自小孩的那個身心靈的壓力 都可以清理掉 當我們再回去 重新面對小孩的時候 才能夠重新得到那種很純然的快樂 就是很純粹的面對小孩的快樂 甚至會更珍惜 跟小孩在一起的每一個時刻 也會更覺得幸福 是我深信啊 其實這個 Happy Mom Happy Kids 這句話 是真的 而且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你偶爾讓自己 就是暫時脫離一下 那種很混亂的場面 當你回到現實生活當中 你更能夠享受 這個跟寶貝相處的每一個 更能夠在育兒當中 找到樂趣 對 好 其實糖啊 我在前兩天啊 我們在發問你的本書的時候 沒有看到你PO了一篇文章 你說自己 前陣子有點少少的感冒 所以你的寶貝爸 Rucia還有Max 如果對這種新手發明 一拍就夠混亂了 現在尤其寶貝 睡眠的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影響爸媽的優勢 對 所以現在Only 她幾個月了 她現在目前睡眠的狀況好嗎 她睡得很好 她是一個蠻會睡的小孩 大概兩個 大概三個月的時候 晚上大概就可以睡到十個小時 哇 幸福 天使寶貝 對 因為她的媽媽很忙 所以她也是一個很忙的寶貝 她只要運氣唱 我就會把她放到她進來 她的專屬的座架裡面 然後跟著我到處跑 我在廚房用吃的 她就會在那邊陪我啊 或是 我要跟哥哥姐姐吃飯的時候 也會把包裡放在旁邊 跟著我美鳳說 看著我們吃飯 或是哥哥姐在客廳玩 或是我要在那邊摺衣服或什麼的 我也會把弟弟推過去 然後陪著我們一起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歡 全家人一起做一件事情 是 跟那一種感覺啦 如果她在裡面躺得無聊 她可能會哭 好 然後撥了 呃 夏跟Lucy在那邊爭香 跑過去想要哄她 然後 這個 我覺得 呃 寶貝卡很方便的是 你可以把它降下來 這樣低一點的跑度 哦 然後讓小朋友 也可以 跟那姐姐也可以跟 弟弟玩 是 像Lucy她最喜歡就是 拿一堆那個圖像卡 哦 黑白卡 對 是 然後 踩到那個橋上面 然後看到那個床 上面 然後拿著卡 一直問弟弟說 阿咧 What's this 阿咧 What's this 哇 根本是拿不出來 但是看著很認真 她就很開心 所以真的很棒的就是 這一台Baby Hawk 因為 像是 如果是一般的小朋友 或者是她用那種 一般的嬰兒床 小朋友都還很少啊 她沒有辦法 有這種自動升降的功能 如果大人用 像是我自己產後媽咪 我還會一種 腰酸背痛的狀況 這台我就可以自己 調整到我自己 很適合 包寶寶或者是 換尿布的一個水平 同樣如果是 我們給小朋友 像是 跟Lucy 跟Oli玩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降低一點 自由的升降 是都讓全家人 都可以很輕鬆的育兒的 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呢 這個是在家裡的 這台育兒神器 Baby Hawk 我們請動作人 再幫我們把另外一台 也是育兒神器 剛剛在行動劇當中 看到我現在都想 手刀立刻 就衝去買的這一台 哇 我們的這個 變幻的這個 夢幻的推車 好 所以好像我們有看到說 每一次走出去 永遠都是 時尚超裸的樣子 到底走路日 要怎麼很輕鬆的育兒 帶寶寶出去玩 在戶外 有什麼必備的武器嗎 那帶小孩出門 一台實用好用的 手配車 絕對絕對是必備的 是 因為像我自己出門現在 陣仗比較大一點 嗯 帶一個恩 對然後我就覺得 出門那個計畫表 滿高寫好的感覺 因為小孩子是作息啊 對 沒有可以看到他們 什麼樣的身體狀況啊 或是我要帶什麼 我不能露什麼 都要仔細的想過 那這台服務裡面呢 我覺得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不管哪一個小孩 這兩個小孩 都可以隨意去調整 他的使用方式 那另外呢 他的座椅 也不光是座椅 不用再加購任何其他的 另外的外配件 就可以直接變成 一個手提式的嬰兒床 所以那 小朋友想要在裡面睡覺 也可以在裡面睡覺 也可以是睡箱模式 對 那你想要把它結合 手提的起座 也是很容易 把它拆很容易的拆裝 所以這一台 它就可以有十九種使用模式 我覺得對新手爸媽 甚至像我 也很有經驗的媽媽 不管哪一種爸媽 都是一台非常好的選擇 對 沒錯 而且剛剛躺著講到重點 這一台呢 真的是把我們每個人說的變化 推到的極致了 十九種的變化的功能 你都不用再另外 花錢買其他的配件 欸 這一台就通通搞定了 而且重點是躺著講到說 我們書門總是會大包小包 就是獅子巾啊 它很平安 沒有物什麼的 這台推車呢 它還有很大的一個 算是置物的空間 同時呢 它有一個夾層 你可以把你的這個手機夾在上面 有的時候呢 就是當然 帶小孩要專心啊 不要玩手機 可是你可以稍微放在那邊 看一下路啊 查路名什麼的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最後啊 跟唐唐聊一下 真的是我自己的心裡話 我對唐唐真的是 又羨慕又好奇 因為呢 我自己現在是兩個男生嘛 我自己很好奇說 到底養女兒跟養兒子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一點的不一樣 我真的求求你一定要生一個女人 你就知道啊 這說你要第三代的一組啊 就看到了 真的很不一樣 是 是 有沒有在教育上面 或是理念上 你有覺得 你男生應該怎麼樣 或是女生應該怎麼樣 沒有 我覺得性別是一個 會造成 我照養的方式不同的原因 反正是他們自己的個性 是 好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唐唐 今天來跟我們做 這樣子非常真心的分享 覺得讓我真的 好像著實上了一課 我真心覺得 如果 現場大家 你們也想當一個像唐唐 這樣的優雅的媽咪的話 要用最好的東西 最好的東西是什麼 那就是KIKO 在今天跟大家提供 跟大家介紹的 這兩個同系列的產品 我們非常謝謝唐唐 那同時呢 我們現在也再一次 請我們的歐總經理 上台 來跟我們叫唐唐 來拍一張合照 好 各位大哥你們邊拍 我邊Announce一下 我們更改一下 我們等一下聯訪的地方呢 就留在舞台上方 我們這裡有非常完美 KIKO的背板 以及唐唐已經在舞台上了 稍後呢 大家可以往前 然後有需要記者 拿Mine的話呢 歡迎CUE我 我也可以幫忙 好 我們的聯訪 地方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在舞台上 我們不移到展區這邊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那請 歐洲第一大幸福品牌 KIKO 2019新品發表會 全新幸福再進化 我們邀請我們時尚女神 代人人 隨唐 跟我們兒童之團 攜手合作 帶領大家 近日充滿孩子上身 大多元 驚喜的 KIKO幸福世界 KIKO的今天 蒙重配出了全新 單雙人 嬰兒手機車 幾多功能的嬰兒廠 等全包圍的產品 貼心設計 也打造出新手爸媽 更有感的 優遲育兒生活 那麼 時尚Mine部落客們 就請你們稍待一會兒 稍微霧照 等一下的粉紅 也會來跟大家拍照 就要先請唐唐講一下 就是帶小孩出去 有沒有發生過小出錯啊 就是手忙腳亂的時候 手忙腳亂的時候啊 所以我真的不小心 是帶尿布或什麼 嗯 有 就是小孩子 因為我現在老大老二 比較大了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會 呃 就不帶麻麻包出門了 但是 就真的會碰上 忘記帶尿布的時候 所以就要 很能夠隨機應變 所以會有三個一起 就是炸布啊 或者是吵架不開什麼 有啊 很常啊 那怎麼辦 就先解決最重要的 就是可能年紀最小 最需要被安撫的那一個 然後再去解決另外兩個比較大的 就真的必須有一個先後的順序 因為沒有辦法同時 那哥哥現在能夠 能夠體諒媽媽 比較照顧你 或是妹妹 我覺得 還不太有辦法 可能因為他現在 也才三歲 所以 三歲那個同理心 還沒有發展的 很好 所以 所以也不怪他 所以就是我覺得 這是我跟先生自己的責任 就是我們可能 就是會找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機會去陪伴他 那你之前都是 帶小孩比較多 身體比較好一點 有 其實我沒有怎麼樣 我只是一個小感冒 然後是我自己 前兩天 有兩天好像比較熱嘛 我幫我兒子開那個冷氣 開個太強 結果 他就小感冒了 然後我照顧他 就被他傳染了 所以都是很輕微 非常輕微的 所以我很好 謝謝關心 現在張媽媽是有媽啊 那有機會還會再接戲 尤其很多粉絲都很希望 你能夠再拍戲 會 其實 其實我 演戲這件事情 是我不會割捨的啦 因為我覺得 他是一個我非常 熱愛的一件事情 所以 他對我的人生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只要有好的劇本 我一定會再拍戲 那如果不小心 有第四台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 這個情況 機率應該不高啦 怎麼說 有避孕嗎 還是 我們 可不可以不要談這個話題 所以是不排斥的話 是不是不排斥 我自己 是覺得 這樣子我已經很滿足了 現在三個小孩 我真的很滿足了 因為 有三個小孩 真的會發現 很容易有 自責的 跟虧欠小孩的時候 因為你會覺得 每一個小孩都需要 百分百的媽媽的愛 或是百分百爸爸的愛 但是 好難喔 就是要怎麼樣的 把你 有限的時間 還有陪伴 均分給三個小孩 讓他們都感受到 你全然的 全新的愛 我覺得這個真的 是我現在一個很大的課題 因為一個小孩的時候 可以很專注地 陪伴他 照顧他 但是三個小孩的時候 真的就會必須要 把自己有的時候是分開的 所以小孩可能也感受得到 這是我現在的課題 那你自己是食尚貓咪代表 然後又是出生於南投嗎 嗯 那現在目前那個就是 韓流熱 就是韓市長熱 那你們的家人 有沒有也是很熱衷這件事情 我自己對政治一向 不是很清楚 對 那你自己就是 撇開於政治的話 就是會不會就是 像這種蜂巢也會 形成大家討論的話題 會不會 在我們家比較不會 因為 我先生 他也不是很在乎 政治所謂的藍綠這些 他都不會在乎 我們真的在乎的是 有沒有 這些政治人物 真的能夠為台灣做事的 比方說 我很在意的就是 台灣的酒駕的問題 發色太輕的問題 造成一直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傷害了別人的家庭 剝奪了別人的性命 但是相關的法規 卻是很歸宿的在改變 這些是我們比較關心的 或是對於傷害小孩的 那些人的 你該怎麼樣去規範他們 你該怎麼樣 讓他們得到真的 他們感受得到 他們會害怕的懲罰 我覺得這些才是重點 我覺得 藍跟綠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會做事比較重要 平經濟這樣子 對台灣好 經濟是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先把人民照顧好 那照顧三個小孩 是不是也是很訓練EQ的時候 非常 非常 我覺得小孩真的是來摸我爸媽耐心的 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的EQ 我現在的耐心 絕對是以前的一百倍以上 所以 有被 就是有過那種被 自己也快受不了的情況 會 有 就是 就是 我最嚴重的大概就是 我 我會 轉身離開 然後跟我先生說 我現在沒辦法 在家裡面 我要出去 喝一杯咖啡 所以就丟給他 對 我就轉身去拿包包 就出去 所以大概是我覺得 最嚴重的情況 所以老公自己都可以 handle住嗎 三個如果一起這樣 就輪流吧 他也可以理解我 會有這樣的情緒的時候 那 他也會有這樣的情緒的時候 我就會 cover他這樣子 那假如說 就是現在已經有很多媽媽 他們真的遇到這樣的優異的時候 他們就會真的是欺負小孩 欺負 媽媽欺負小孩 對啊 因為他們心情就不好 就會 暴打小孩 那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會怎麼樣勸這個媽媽 說讓她不要這樣子 家暴 就欺負小孩 而且 就是心情不好就打小孩啊 這個是個人情緒的問題 我覺得她可能會需要 藉由 專業的人士 像精神科醫師之類的幫忙 我覺得到 已經到 會家暴 因為帶小孩 這個絕對是需要 精神上面的協助 嗯 差不多了 嗯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謝謝